大家好 家家户户都有水龙头 对吧 这个水龙头用久了之后呢 它会滴滴答答的 就是找网都会啊 有些买的质量好的 可能会耐久一点 就像我家 我家这款呢 它这个水龙头是那个装修工程配套的 质量特别差 看到没有 这个看一下啊 就是稍微一一巴它就断了啊 所以建议大家买的东西 买东西一定买好的 还有就是看一下啊 这个一直在滴滴答答 对不对 看一下啊 是不是 就是差不多半天就滴了这么多 所以呢 漏水一定要及时去换掉 那这个怎么换呢 其实买个水龙头啊 大家觉得很简单 很多人都以为说 这个换水龙头谁不会啊 是吧 但是确实是很多人不会 有的人必须看一下它的一个更换一个流程 他才会 看到没有 我这个今天买的是那个 这个不锈钢的 这不锈钢的 一个也就10块钱左右 这是不锈钢的 带这个 呃 环渐水的 好 我们今天想把它换掉 怎么换 首先把它的总开关关掉 好 找到家里的总杂开关 那个自来水的开关 把它关闭 这个正常是可以 这个正常是可以维修啊 这里面它是有个螺丝的 但是我拆开之后 这个螺丝已经是没用了 然后一直拧不出来 我就不去修理了 我就把它换掉 嗯 那么就把它拆出来 现在检查一下 水有没有关闭 这是热情水管的 给它放肝 放肝 放肝 好 水放 呃 没有水了 我们现在可以换掉了 呃 嗯 正常来讲是逆时中 逆时中 水爪 买质量差的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怕这个螺 螺纹在里面断掉 那断掉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 得装用的一个工具才能拆掉 好 这是一套 呃 我们这是新买的啊 新买的 我们来装上去 它现在搭配这个 呃 生六袋 特别小啊 这也是节省一个成本啊 节省一个成本啊 好 我们这 你知道这个 生六袋的时候是有讲究的 不能说 呃 它是有有分左右边的 顺着左边走 啊 顺就是 顺时中走 还是逆时中走 这个是有讲究的 我们又看一下 我们在 领的时候是这样子 领啊 嗯 我们领的 领紧的时候是顺时中领啊 这个 这个 生六袋又 又 这样子 也是顺时中的 寻 就是照着这个螺纹 反正这个也不多 我就给它照完 好嘞 差不多了 你照完之后 用手给它稍微 拧紧一下 好 那么 现在就可以给它拧紧了 就是顺时中领 有一个 很重要 有没有发现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拧这么久了 有没有觉得有个问题 大家猜出来了没有 反过 很多人有时候忘记了啊 忘记了 就是 这个 有个装饰盖 对不对 这个装饰盖 先放进去 就好看一点 是吧 就好看一点 我们把这个装饰盖拧进去 先把它拆掉 把这个 好 这个就 拆好了 把它拧上去 这样子 对 当然 那个拆出来 这个已经缺湿了 这个 增加袋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那我们得重新弄 不然也容易漏水 顺时中 好嘞 其实够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 然后看一下会不会漏水 先打开那个水渣 好 水打开了 关闭 然后检查一下 四周围有没有水珠 如果没有的话 那基本就是不会漏水 好 今天换这个水龙头就到此 希望大家能学到 能看到 不懂的就可以做个参考 懂的话你就点个赞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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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